早安 台湾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大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 笔记本 大家好 我是宛如 在今天的节目想跟大家分享网路的使用 前阵子宛如看到我的朋友生了宝宝 很可爱 然后就把他的照片放在Facebook上 可是没有想到在上个星期 宛如听了一场讲座 就突然觉得应该要打电话跟我那个朋友说 你下次po照片的时候可能要再多想一想 什么样的讲座呢 今天先把受访者请出来 这是台湾展翅协会儿哨网安处的处长 陈时音 陈处长 处长你好 大家好 宛如好 好 处长 听了你的讲座 我会觉得我们在使用像这种社交软体的时候 都得处处小心 这是我第一个感觉 因为在以前就觉得 好像我就是有开心的事情 去哪玩 去哪吃好吃的东西 就上网打卡嘛 这是很自然的现代人的反射 可是那天你告诉我们 不要以为只是一张照片 我觉得现在在数位时代 我们在练习一件事情是 我们要更有意识自己的网络行为这件事情 因为实体生活当中你的行为不会被记录 所以只有现场在场的人会看得到 那你可能出球了或者是发生什么事情 只有现场的人目击看到而已 但是现在是一个处处是一个有影像的时代 当你把它拍下来 当你把它记录下来的时候 不管是你是有意无意被拍摄 影像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已经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我们没有办法谁会看到它 谁会拿走它 谁会用它做什么用途 所以我们必须要更有意识 自己的网络行为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们要清楚知道 我们比较能够做风险控管 我们要有自己数位主机的一些认识 比较能够去避开一些麻烦 可是po自己宝宝的照片 有时候真的是很可爱 你会忍不住就是想跟大家分享 像你演讲里面提到说 晒娃就是让自己孩子的照片 在网络上曝光 这不是只有我们身周围 你所以为台湾的现象 或者是你所在地的现象 这是个全球的现象 晒娃是一个全球现象 没有错 因为国内外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也在讲一件事情 是有限度的去做分享 包含我们也要思考的是 孩子的感受是什么 孩子还是baby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拒绝 可是当有一天孩子如果长大了 他看到的时候 如果孩子主张说照片要删掉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OK 要删掉它 但是可能在前面也还是要去讨论一个 是说当你在晒化的时候 有一些安全性的问题 例如像是你的孩子 如果要分享跟朋友们分享我们家族里面开心 其实我们不需要放太多照片 当你放了太多照片的时候 其实你的个人资讯 隐私相对的被揭露就比较大 所以去有限度的去分享的时候 你也这也是一种减少你在数位足迹的一种的基本工作 但以及说我们也要去理解说 你的分享要是有限度的分享 例如你在群组里面的分享 你可能要设定的是你的群组的人是不是跟你有同样的安全意识 你的群组可能是你的家族群组 你确定是到说他们的状态是什么 他们也知道跟你有同样的资安意识 这有点难 对 这有点难 我就是很难去掌控别人 对 所以我们就要知道的是说 当我们要传出去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其他的人会怎么去使用它 所以我们同等是如何去安全去做分享 以及知道怎么去分享它是比较好的 所以会包含像是说 如果我在网络上面是可以公开的 我就是可以确定说 它的负面影响比较低 但是如果像是一些风险比较高的 例如像是孩子baby很可爱的裸照 就会有一些风险 如果你没有做任何的遮蔽的时候 孩子就赤裸裸的在网络上面 那任何人都有可能看到他 即便说你自己受了一些隐私风险 可能只有你的朋友可以看得到 但是可能你的朋友是公开的 所以你的朋友可能透过你的朋友 你孩子洗澡的画面或者是漏三点的画面就传出去了 可是小孩漏三点因为还没有发育 大家有觉得没怎么关系吗 这很严重吗在网络上 其实在那个国际间 在联合国有做过一些调查 其实每一天在网络上面潜伏的恋同辟者 其实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那我们没有办法避免说 网络上面有一些人对着孩子是带着异样的眼光在观看 那观看孩子的人有这些需求的人 自然有另外一批的人会去索取孩子的裸照 去提供给这些对孩子有信意图的人 所以当我们很正常的人在看到孩子很天真纯真的裸体照片 我们只会欣赏 但是我们不知道如果今天是一个对孩子有信意图的恋同者 他看到的时候 他就是带着信的意图在看你的孩子的照片的时候 你的心理感受会是如何 如果你会觉得有点担心的话 其实我们就会建议您在网络上面 这样子这类型的照片就尽量的不要po出来 我曾经有一次就是我的朋友在他在我们的群组里 在脸书上面就分享他跟他孩子去泡汤的照片 孩子还很小的确也是很纯真很快乐的照片 但是我就会担心啊 如果有一天我的孩子照片被别人拿走了 去放到色情网站或者是放到恋同网站的时候 那后座用力是什么我们就无法知道 我举个例子好了 以前在我的年代还有那个翻滚吧 南海的年代的时候 带一群可爱的小孩子去练体操嘛 当时我在练童网站上面去看到 大家在追踪就说 那他还喜欢哪一个小孩 然后可不可以邀到他的照片等等的 他们里面是带着信意图去看这些健康的小孩 我们是用健康的眼光去看他们励志的故事 但是世界上总是有一群人 他们是用 而这样子的类型的人 其实他的数量是不小的 因为我们前面提到嘛 有供需练的状况 有人有需求要看这些照片 自然有一群人会更大力气去 要盈利而去索取跟取得这些影响 就是让人觉得害怕耸动的是 越小孩子的照片越值钱 年轻的人的照片其实是容易的 比较容易相对容易很高 对 其实相对容易的 但是如果是要在国小 可能是甚至幼儿的照片 其实相对比较难的 而越难找到的照片 他市价真的也越高 以及说比较小的小孩照片 可能也比较容易被骗到 家长可能像学龄前的孩子 比较痛 可能比较发生时家长无意之间 或者是说 其实是纯粹分享我的孩子的生活资讯给人家 而让别人在文物上搜集而来的 但是到了国小阶段孩子 有可能已经在网路上面活跃着 他可能会跟网路上面其他的陌生人 在互动过程当中 被碰到网路诱拐的状况 而被骗照片 比较小的小朋友 其实很多时候他并不会意识到说 他照片被骗了很严重 他可能也不会告诉家长 也不会告诉老师 那可能家长知道 都是警方可能查案子 找到再回来找到孩子 所以家长会吓一跳 怎么会我的孩子在网路上 他的照片被这样子使用呢 我们看到有一些新闻案例当中 会看到家长孩子的行为 其实他们都非常狡猾跟聪明 他们应该说骗孩子照片 这件事情是一个无本生意 你只要能够连接到网路 你只要花时间在网路上面 去锁定很多孩子 你就可能可以骗他照片 你可能不需要花太多钱 但是你可以的利益是很高的 那而你要减少自己被警方找到嘛 所以他们会告诉孩子说 一种是花言巧语告诉孩子说 这是我们的秘密哦 你不可以告诉别人 孩子会很相信网路上面的朋友 因为朋友很重要 朋友的话要听 朋友不会伤害我 所以孩子其实也不太会告诉家长 或者是说他就威胁孩子说 如果你告诉别人的话 你会有怎样的下场 等等的 所以孩子也不敢告诉家长 所以在很多的状况之下 其实我们会看到 障害者会用很多手法去 减少自己被发现的可能性 以至于说我们更需要去告诉小朋友说 去跟孩子主动去跟孩子谈 性私密影像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像现在的小孩还没出生 在超音波妈妈肚子里面的照片 就已经被po在网路上了 所以他们一出生 更是一个网路的时代 在这样子长大之下 就是很多事情 其实父母也要从小带着孩子去思考的 所以我知道台湾展示协会 像处长你自己本身 从进入幼稚园 是跟家长做沟通 那接下来进入国小的 这个第一年级的阶段 你就跟这样子的小朋友讲话 就是告诉他们网路上 应该注意些什么 那这么小的孩子他们懂吗 其实有一些元素啦 我们会建议是说 议题不是都不能够谈的 实际上我们就会建议 家长也一样 老师也一样 设孩子的年龄层 用适合孩子的素材 像是其实我们知道 有很多绘本 其实很好跟孩子去谈网路 跟谈人生界限 对你说界限 我们知道 幼稚园小孩都会有一个娃娃 然后展示给小朋友看 就说哪里 我们的身体是不能碰触的 这个我觉得台湾做的 已经非常好了 但是虚拟的界限 所以延伸出来是说 我们会告诉孩子 那我们有一些重点的地方 是很重要的 不可以被触碰 他当然也不可以被拍摄 所以当有人要跟你说 你要脱衣服给我看的时候 其实就是超越你的身体界限 那就是亮红灯的时候 你就应该要小心 你就应该告诉大人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你知道要告诉大人 这件事情 其实孩子有一些敏感度的 只是他会选择性的 不告诉大人 是因为他担心后面 可能会面对到的责难 就像孩子想说 如果我告诉妈妈说 或告诉爸爸说 我在网路上面看到 有人没有穿衣服 他有可能会担心的是 后面他会手机被没收 网路时间使用被没收 他会担心这个后面的结果 以至于他不想告诉家长 我们在小学分享的时候 我会问到孩子说 你会不会跟家人分享 你在网路上面的使用 他们会说会啊 我会分享些好玩的 好笑的 有趣的 那我们就问他们说 那你有没有一些影片 或者是一些事情 是你觉得你会没有想要分享的 他会他大部分小朋友 就会笑一笑 默默的点点头 带着一种诡异的笑容 你大概就知道说 他们其实有一些影片 他们大概自己知道说 会有一些风险 或者他们知道 或者是揣测 家长可能不会喜欢 那这些影像 其实就是风险的 他们越隐藏的地方 其实就是越风险 他有可能会有一些 错误的价值啊 或者是说 有些危险的内容 只是说因为他担心 后面的结果被惩罚的 这个是他们担心的 所以他们会选择 不讲这件事 我们才会更担心 因为当我们还是 不愿意告诉我们 网路上面一些 可能碰到一些麻烦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 帮助孩子做一些预防 都只能够事后事件发生了 去解决 去处理后面的状况 我们并不希望做到 变成这种状况 可是网路上的坏人 各式各样都有 到底要怎么样预防呢 我相信很多 我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 也有一些是爸爸妈妈 要怎么去跟孩子 讲这件事情 而且让孩子能够接受呢 其实这也需要孩子 对家长 对父母的一个信赖 因为有时候 我们花力气告诉孩子 说你不可以怎么样 你不可以怎么样 孩子会觉得很烦 会有烦效果 但是你其实 像有些工具 当你要设定 这些工具的时候 让孩子同时也知道 例如YouTube YouTube for Kids 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因为当你在 让孩子在载具里面 就能看如果你孩子还很小 你只能让他看YouTube for Kids 可以减少很多 在网路上面看到 不适当的内容 那些广告 其实就充满着色情在里面 如果孩子又好奇 点进去就完了 然后例如跟孩子 讨论网路使用的时间 应用程式的分级制度 其实现在你都不一定要 完全要手头去盯孩子 你其实手机里面 就可以设定好 他的自动分级 如果你孩子才小学生 他就可以设定 游戏里面的游级别 只能玩12岁以下的游戏 那当然这些东西 不是说你要自己硬装 而是你可以透过这些工具 去跟孩子讨论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事情 这件事情是保护你的 那孩子也比较理解的 理解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他也比较能够接受 所以我们在谈数位时代 是我们第一个在谈教养的时候 家长不要害怕 去跟孩子谈网路上面 或者是使用3C的问题 孩子一定会面对 那我们要主动去跟孩子谈 我们虽然不太会 我们不一定要用 会用所有的东西 但是我们至少要知道 这个工具 它的潜在的功能有哪一些 有哪一些 我觉得像家长的角色 在过去我们一直都是说 可能孩子去游乐场玩 会告诉他 这边有阶梯要注意 是危险的 然后怎么样 我们会注意孩子 实体上的安全问题 可是如果是线上虚拟的安全 我觉得这也是这一集节目 我们想跟所有的人聊到的是 这个时代 不管是实体还是虚拟 都很重要 有很多新兴的产业 因为网络延伸 就像我们以前没有想过 网络代购可以成为一个职业 所以现在有像是 游戏陪打游戏陪玩 其实也是一种职业选项了 但是可能这些超乎我们家长的想象中 这会为什么成为一个工作 是的 就是有人在网络世界游戏的时候 希望有人可以陪他一起玩 那至少 然后就创造了一个新的职业出来 我都觉得好奇怪 这个工作 但是真的这个市场是有这些需求 而像这样子 这类型的新兴的职业的时候 它其实对于一些比较年轻小的孩子 其实是风险相对高的 是因为这样子的职业 比较不像我们有职业工会被管理 或者是法律规范管理 他任何人只要你可以连上网 只要你要会玩游戏 你可能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小学生也可以 所以当我们如果看到说 而这种讯息通常会在一些群组里面 就转送转发说 他要应 你有没有要应征这个工作啊 可以赚钱 对可以赚钱 而且你不用离开家 你在家里就可以做啊 时间也很弹性啊 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用的时间啊 等等的 所以其实对于孩子来讲 有时候不管他是长鲜 不管他是有金钱需求等等的 他都有可能会碰到而去做了 那他延伸出来是说 如果你都没事 大家就没事 可是你没有办法揣测 其他人 如果你刚好就是碰到了一个坏人 就像去年的事件 就是对方就骗了孩子 然后提供手机给孩子 然后要就 后来孩子就被他骗出去见面 甚至被囚禁的行为 的状况 所以我们 但是我们要去想 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 诱拐这件事情会发生在网络上面的 他不会只是实体生活当中会有诱拐 网络上面也会有诱拐 他会发生在所有的平台 而且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即便你家庭功能很好的孩子 也会很想在网络上面找打工 对啊 这个就是现在不一样 跟我们以前可能要付出实体劳力 不一样的打工机会了 不过说到打工啊 其实之前我看到2019年 有一个调查说 现在台湾的小孩最爱的工作 是什么 在未来的志愿是什么 以前我们都会写我的志愿 可能是当总统啦 当老师啦 好 这个都是过去式了 现在的小孩 第一志愿要当的是电竞选手 好 再来美食评论家 第三位是网红艺人 好 这个前面两个都跟网路 有非常紧密的连接 我们也要看啊 像孩子在追的明星 可能已经不是这些出片的歌手啊 等等 他们可能在追都是YouTuber 或者是一些直播的YouTuber 可能你都没有听过 谁是阿神啊 等等的 然后家长可能在想说 这种游戏直播有什么好看 但他的确是种职业选项 所以我们的确在现在的时候 我们更要更开放的主动 家长们啊 比较难是 很多的事情啊 可能都是超过我们小时候 我们长大过程当中会有的 可是我们势必要去学习 跟接触跟认识 这些职业也都没有什么完全不好 因为它都是一个新兴产业 可能会有 其实都还是一个 可以有个很好的正向发展 所以协助孩子去认识他们 因为有时候孩子说 我想要当YouTuber 只是因为他观看了YouTuber 他觉得这样很容易 我只要会拍 我就可以当YouTuber 但是其实后面有很多的事情 是要学习跟注意的 但是小孩就有的时候 会有样学一样 毕竟我们以前也是啦 就好像觉得总统很伟大嘛 就是我的未来的偶像 就是我希望能够像他一样 就是这样子的典范的学习 那YouTuber也成为 现在小孩子的学习模范啦 可是那就打开手机 然后拍自己上传到网络 这看起来也是一个 很习以为常的事情 对现代的小孩来说 可是问题又来了 所以其实他很核心根本的是说 家长需要很积极的 去参与孩子的生活 包含实体跟线上的生活 我们会知道 我们其实会关心孩子 日常生活发生什么事情 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 跟同学间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我们也要控制 关心孩子在网络上面 发生什么事情 他在玩哪些游戏 他在观看哪些内容 他在注意些什么 他搜寻哪些关键字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参与的 这些事情 尤其是网络上面的事情 其实孩子不会那么主动的告诉我们 对呀 你刚刚讲 我就觉得要关心我们都知道啊 可是他不跟我们说怎么办呢 所以如果我们家中 有比较小的小孩 我真的会非常建议 从小带着孩子 一起来做这些事情 但是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形式 我们家长可能要改变的是 孩子在网络上面 因为还无所谓就会探索 所以难免会碰到一些 我们不认同的事情 那当我们碰到孩子 发生了不认同的事情 孩子很小可能会很开心 或者是很担心 不管任何 他让你知道的时候 因为我们不认同 可能我们直觉反应是 我就会谴责孩子 或者是骂孩子 或者是说 你怎么这样子看 你就在网络上面乱看东西 那以后我就没收你的手机 孩子会因为这个拒绝 而以后所上跟你沟通了这件事情 不再跟你讨论网络上面碰到负面的事 所以当我们如果碰到 听到孩子在发生 在网络上面发生一些我们不认同 或者是不喜欢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其实现在要练习的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或者是我很愤怒 请先离开现场 或者是冷静一下 找到一个适合时间点 再去回来跟孩子讨论里面的事情 其实比较能够帮助孩子相信说 我的爸爸妈妈是愿意去理解我的 愿意相信我的 愿意跟我去讨论的 我们比较能够建立好的一种循环 去持续去讨论网络上面的 分享网络上面的事情 那同等的家长也需要去分享 你在网络上面看到的事情 让孩子知道说 我的家长其实是在网络上面 其实是在知道一些事情的 那我可以跟他讨论 那如果小孩就跟你讲说 妈妈我以后就想当网红 我就是想像他们一样当YouTuber 这时候家长该怎么说呢 其实心里会有点紧张 甚至第一名是电竞选手 家长马上就会想说 你就是要每天去打电动吗 这种负面的情绪就开始起来了 现在有一个 家长有一个很大的能力跟好处 地方是寻求资源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年代是个好的年代 是有些人都资源在网络上面 你可以爬出来一些资源 或者是你可以询问到一些相关的资源 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件事情 就像说还是谈到经济选手 那我们需要去理解电竞选手 电竞这个产业是什么 网络上面其实有很多的文章 是可以分享的 或者是说我们不知道的时候 有很多资源可以询问 包含学校的辅导老师 或者学校老师 也都是一个很好的询问管道 但是请不要害怕去求助 这件事情 有的时候我们会讲 会想说这是我们自家室啊 或者是我就用我自己 原本既定的想法观念去的时候 去跟孩子谈 就或者是我们可能也会有 我们自己的偏见在里面 所以寻求资源去认识多一点资讯去跟孩子 去谈的时候 比较能够有适当的帮助 所以展翅协会这边也有一个咨询热线 它是属于说家长如果真的遇到小孩 可能有图片被不当利用的时候 可以找寻一个更专业的管道 去提供给您的建议跟咨询 那如果说真的网络产生了一些家庭的纠纷 是不是也可以透过展翅协会这边呢 我们展翅协会有一个咨询热线叫web885 网络帮帮我 那其实我们所协助的咨询类别 其实还蛮多的 从性私密影像到性能所 到网络交友的议题 到网络霸凌 甚至到个人账号隐私被侵害的问题 等等的偷拍的问题 那所以家长或者是一般的民众们 或者甚至孩子 如果你在网络上面有些困扰的时候 你可能对于实体生活求助会有点担心 你可以先通过我们的平台跟我们询问 那我们的平台可以透过线上的咨询 就是透过我们平台 咨询平台的线上的咨询 或者是也可以透过私讯 我们有脸书专业 可以私讯给我们 脸书专业就是台湾展翅协会 我们有一个web885的咨询热线 是可以直接找 协会也是可以的 那或者你透过电话 email的方式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如果我们的专业的工作人员 没有办法 如果问题比较复杂一点 需要多一点的 更专业的一些协助的话 我们在咨询热线后面有法律 有律师顾问 有社工师 有心理师跟精神科医师 可以提供相关的协助 这样我们会碰到一些家长 可能很担心孩子沉迷网络 或者是说孩子交友了一些议题 那或者是孩子可能接触到 我们上面看一些设计影片的议题 可以透过网络的方式 可以先做一些询问 帮助我们找到一些资源 所以寻求资源是 现代人的能力 所以不要害怕 一定要告诉大家 你绝对不是孤单的 如果你在网络上遇到任何的不愉快 展翅协会这边有个web web885的咨询平台 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善加利用 我们在今天访问到的是 台湾展翅协会儿哨网安处的处长 陈时音陈处长 谢谢处长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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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